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艾爾艾爾 我是艾爾 沒想到學姐才剛觀香她的小阿虹Mini 我馬上就撩落去 其實我在買車之前也有問過海莉的意見 因為當時新車跟二手車讓我非常的猶豫 我覺得也是一個緣分啦 就是新車的車架 大概雙門的Mini Cooper 1 150萬到160萬左右 但我喜歡的車款大概要到180幾萬 加上沒有限車 那如果要等的話又要等半年以上 當時我原本就已經想說再看看好了 結果沒想到經過這個朋友的介紹 到了桃園的發達車也找到了它 它原本是一台有點深藍色的 已經很接近黑色的Mini Cooper Countryman 然後它是Cooper S的 是2011年的車款 那我這邊就直接公佈它的價格 它的價格是45萬 原本的180跟45萬是天朗之別 所以就藉由今天的節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買車到第一次保養 總共花了多少錢 Oscar,我們下雲的影片 我們下營是下雙門的 小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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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都看不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先从发达车业购入这台车的时候是45万 那当时它包含了mini专用的导航安卓机 以及前后的行车记录器 因为刚好是一月去买的嘛 所以当年度的燃料税大约12,000也包含在内 基本的这个换油以及保养还有大美容 他们当时是胜送了大牌的ETC 还有送给我就是一个备用钥匙 我还有自行在加购的是第三责任险跟超额险 大概是9782块 我有选了我的车牌号码 因为是我的生日 自己自办的 所以选牌费就是2000块 领牌费的话是600块 接下来的话就是外观的部分 它原本的外观是蓝色 所以我去三重魔术贴膜贴成 算是沙色 但是现在行造正式的名字 它叫做浅棕色 就是贴膜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看贴的好不好 就是要看它的接缝处 跟它这种转弯进去 登座里面的细节 贴膜的价格基本上是6万起跳 看你选的材质厚度跟颜色 其实都有差 像我这个颜色选了三次 那最后才选到这个消光的沙色 贴膜的部分就包含隔热纸 就是FSK的隔热纸 那我这个贴的话 大概是1万2左右 外观的颜色就改变了之后 就剩下一些细节 那时候我就是设定是 沙色配黑色 原厂轮框是这种银色的 这个轮框是国产的轮框 然后我是在虾皮上面找到的 我希望就是轮框的爪数多一点 可以挡住里面丑丑的样子 那这个的话它是2万块 4颗和安装 轮胎当初买来的时候 已经魔耗的差不多了 所以就想要换一个轮胎 那目前我换的是韩国的防爆胎 我个人没有很推 因为我觉得它很滑 遇到伸缩缝啦 或者是下雨天的白线 都会比一般的状况 还要再滋控一点 防爆胎的价格 和安装跟四轮定位是2万1 来令片换了两片是4500 这部分我也有一点小后悔 就是当时施作的店家呢 跟我说你的来令片要换啰 但是我没有走出去看 叠盘要不要一起换 直到前阵子我开车 挤车自己在看的时候 才发现我的叠盘根本就也要换啦 因为叠盘已经有凹槽 那你的来令片就会很容易磨损掉 就会比原本刚买的来令片 来的消耗的更快 这也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之后大家如果要换来令片的话 记得也要去看一下叠盘 是不是要换 卡钱目前就是深灰色 铁灰色 那这个卡钱我是直接把它送去烤漆 那它的烤漆方式是轮胎拆下来 剩下叠盘跟卡钱的时候 它会用纸把整个叠盘包好 然后把你的那个轮拱包起来 就留卡钱就会上漆这样子 这个是在新店的八博士完成的 它是6000元四个卡钱 再来前方的这个大灯啊 我的这一台它不是黑化的版本 所以它的灯框跟大灯都是白色的 那现在大灯 大家可以看到大灯的镜面 是透明的合法的 但是里面的这个黑色底色 就是我后来去修改的 那这个很幸运 当时在布鲁商行遇到一个 准备要将车子法拍的车主 它的全车几乎都是黑色 里面那一桩很多都是卡帆的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跟它交换 反正它过一两天就要法拍了 所以当时我就跟它交换了大灯 大灯的费用就是包含安装 我是补贴了它一万块 这个大灯是在BRS光颜色做改装的 改大灯换LED的费用四千左右 它会包含帮你调整那个灯的高度 会去光颜色的原因是因为 我还要改国旗尾灯 那国旗尾灯的颜色有红色跟黑色可以选 我选择的也是熏黑的国旗尾灯 这个后罩镜原本是金属色的 我希望就是一样是黑跟咖啡去做搭配 所以我买了一个黑色国旗的后罩镜的罩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壳把它自己黏上去而已 它是跟这边去做搭配 因为这个国产的轮框 原本有它自己的logo 那我就把它移除掉 就贴上mini的也是黑白配 就是黑灰配色的logo 这样比较有个整体性 这里补充一下这个流水灯啊 这个是超级贴心的台中车友 他看到我买mini之后 他就直接私讯我说 我那边有一组流水灯 那我车已经卖掉了 流水灯可以送给你 而且也是熏黑的 喜欢 外观的部分 车门的把手原本也是电镀色的 所以为了要保持这个黑色沙色的配色 所以是买那个壳直接黏上去的 这后照镜的壳 两个是1409 把手的壳 资格414块而已 刚刚这个的轮框盖的贴纸是222元 后尾灯后车牌的大牌灯是480元 以上是外观的部分 等一下带你们进去看里面 接下来进入到车内呢 其实就是我眼睛所看得到的地方 如果我有看不顺眼 我就会想要把它变得漂亮一点 因为我实际上看得到了 方向盘的这个地方 原本一度是想要把整个方向盘换 Logo已经氧化了 然后这个按键呢 音乐大小声的这个按钮呢 看起来前车主很爱按下一手 因为下一手这边的这个箭头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干脆我把这方向盘换掉好了 但后来我发现 诶 有个省钱的妙招 就是我只要换 现在这个金属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金属的贴纸 包含这个MINI这几个字 所以现在就已经换过了 然后这一组贴纸的价格 这样一张是242 是虾皮买的 这个音乐按钮比较贵 它是543块 它可以只买左边或是右边 也可以整组这样换 整组好像一千多 那它的安装方式其实也不难 你就想办法用一字把它抠起来 这个的话这个手机支架 是前车主附的 我看社团里面大家说 固定在车上最好的办法 它是跟仪表固定在一起的 然后如果你要横的也可以 我当初没有把它拆掉 因为我觉得造型也蛮可爱的 而且不会挡住视线 所以我就把它给保留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这台安卓机 那之前已经有在车子外观的时候 购车的时候有讲到它的价格 那因为它是mini专用的 所以大家会担心说 它的圆形会不会画面上很奇怪 我来开给大家看 其实它是漂亮而且好用的 那它的上面呢 这边比如说像现在 煤系安全带 它就有亮一个那个安全带的灯 这边橘色的000这里就是时数 油量会显示在这边 如果你踩油门的时候 这边有一圈七彩的灯 虽然有点踩啦 但是之前载朋友 他说他很喜欢这个造型 踩刹车的时候 它就会亮红色 像这样子 亮红色踩刹车 连接手机之后呢 你可以播音乐 使用Apple CarPlay都是可以的 像我这边如果我直接开导航 你看它就有这个导航画面 它其实也有内建的导航网 然后你也可以连接蓝牙 就是你也可以直接 有测速照相的提醒 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一切使用起来蛮方便的 然后更棒的是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萤幕亮亮的话 你可以把它关掉 内装的部分还有一些小东西啦 这个化妆镜 这样子换是450块 因为我很常跑宴会厅 主持活动都要拿票卡 这边的话就是可以 放票卡的一个卡夹 它可以这样子把墨镜 然后就把墨镜在上面 这个是429块 我还买了一个小的垃圾桶 这个垃圾桶也是两三百块 后面的这个挂钩 因为我担心汤汤水水 倒在车子上 所以我就买了挂钩 而且迷你的头枕啊 没办法拆下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这样 但我这台的头枕 是没有办法拆下来的 所以我只能选这种挂钩式的 就是把它卡在 头枕的那个金属上面 挂钩买了两个是120元 以上就是内装所花的一些 阿里阿渣零零种种的小钱 接下来是维修的部分 也就是最令我头痛的地方 当时在二手车行的时候 只能看到上面嘛 因为没办法到底下去看 有没有剩油的状况 那上面的话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是 你打开的这个盖子这边 你就看那个螺丝的状况 有没有丝丝润润的 或者是有没有油气 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有没有在漏油 剩油或者是电片欧环 有没有已经太老化 迷你的状况啊 它其实就是它的 引擎室很小 真的很小 所以它很烫 转速高的时候 甚至于你在车内 会闻到一点 烧焦味都是正常的 那买了之后到布鲁 把车子顶起来看 下方的螺丝 既有心底座那边 前后曲轴 有一点点在剩油的状况 已经感觉到螺丝是 濕润濕润的 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说 早晚会漏油啦 就是这是通病 300公里的时候 确定车子没有大碍 布鲁商行也跟我说 你等到下一次要保养的时候 再来维修漏油 剩油的状况 因为至少它现在还没有崩下来 只是剩出来 一点点湿润湿润这样而已 那我就很放心的去 贴膜啦 改车啦 换灯啦 刚好在三重魔术贴膜的时候 因为是室内嘛 那地板就开始有低油的现象 那后来我就到新庄的布鲁商行 请老板帮我处理 彻底的检查一下 很悲剧的就是 你要检查基本上 你的引擎也要拉出来 所以光是把引擎拉出来 就是一个不菲的工资 一两万块跑不掉 然后你再检查出哪里有问题 再去做更换 好那我可以总结一下 我当初换了哪些东西 当然我就是做了第一次的保养 包含我的机油芯底座的垫片需要更换 油底壳的垫片也需要更换 还有后曲轴油风需要更换 顺便呢也换了皮带 摇臂的垫片 以及变速箱油的保养 进气导管也有老化的现象 所以当时就一起换了 总共的费用呢 大约是落在五万多这样子 老板也真的还蛮帮忙的啦 就是价格已经算蛮优惠的 那未来还想要换哪些东西呢 就是我家里有一个引擎拉桿 然后也是台中的车友分享给我的 那我还没有装上去的原因是因为 引擎拉桿它会挡到这边的车身边好 然后再加上我的前避震器的这个垫片啊 有一点点的裂痕 我发现啊脚踩的地方也是一个重点 如果你的脚踏垫会滑动 或者是它不是很立体 它是平面的 你等于说你的车子上 你进出的这些石头会从地垫的边边掉到下面去 你清理的时候地垫拿起来 下面的那个毛的地毯的地方还是要再清 所以我目前呢 选购了一个3D卡扣的立体踏垫 准备要来更换 那我这边就先把它换上去 再跟大家来分享使用心得啦 之后会把心得分享在我的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上面 再欢迎大家关注以及追踪 我的3D卡扣地垫 驾驶放脚跟的地方 有时候穿高跟鞋啊 或者是鞋跟比较厚的鞋子 比较硬底的鞋子 减少它的磨耗 然后它这个脚踏垫是3D立体的 就是很符合车子的形状 OK 然后你看它装好之后 它其实就会很密合的在这个每个角度 所以你如果有屑屑啊什么掉下去 它是直接在这个踏垫上面的 就不会像原本的这个 像这个是原本的踏垫 那它只靠这边两个软软的东西固定 有时候会跑起来 然后它的这个范围也不够大 所以左右两侧都会有屑屑 觉得换了1D的卡扣垫垫之后 整个干净很多 清洁上也会比较好清洁啊 不管是用湿布擦啦 或者是吸尘气息 都比较不会有落成的缝隙的湿角 然后重点是它的材质 也是经过防火认证的 所以这部分就也推荐给大家啦 好像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 欢迎大家按赞分享加订阅 现在在艾儿的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有这个购买头套的连结 然后以及相关的骑士布品的优惠 欢迎大家就是多加的选购 就是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啦 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平安健康 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讲笑话做一个结尾 就是这个笑话是这样子的 一个妈妈考了驾照 带了一家全家大小的出游 然后她就坐上车子准备 要很开心的开车带大家出去 但是她就先问大家说 诶请问一下右边的是什么 大家就说妈那是油门啊 然后她说那左边的咧左边的是什么 她说左边的是刹车啊 然后说诶那中间的是什么 因为她妈妈把那个 现在这样子三个画面 然后儿子就跟她讲说 妈最左边那个是放脚的 那不是踏板 中间的那个是刹车 右边的是油门 好我们现在可以出发了吧 然后妈妈说好我知道了 然后开开开着开着开着 她就说诶 那我很好奇诶 如果我刹车跟油门一起踩 会怎么样啊 那你们猜猜 儿子女儿回她什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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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